接下来带大家来看一看历史上的今天发生过那些大事 历史上的今天 2月14日 1859年 奥勒冈州加入美国成为第33个州 1876年 加拿大发明家亚利山大贝尔向专利局申请电话专利 1912年 亚利桑那州成为美国第48个州 至此 美国本土除了首都华府之外全部建州 2003年 国民党主席连战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会面 双方同意2004年总统大选两党共退一族人马 2005年 陈世骏等三人共同创办YouTube网站 之后上传了第一支影片《我在动物园》 今天是夕阳的情人节